這個自己想要什麼樣的東西 想要呈現什麼樣的東西 給大家看 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在這個演唱會當中 其實有四個大主題 第一個主題 就讓大家帶大家去一種 百老會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配合 我們全場的12位的舞蹈員 要展現一個rock way的 我這樣按摩 對 不錯 你看 還需要摸久了 那個按摩都回頭了 對 要展現這個 百老會的歌舞劇給大家看 對 我可以想像 你看有12個舞蹈員 加上我們號碼 那個場面 將是非常的壯觀 是 而且作為一個開展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後 一定會有非常非常的 哇 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對 那第二個主題呢 第二個主題 就會來到這個 歐洲的風情的感覺 那麼你會穿上 好像那些 古歐代的那些 王子的 盛世的衣服嗎 恩真風情 不是王子會出現 是我的妹妹會出現 你的妹妹會出現 是啊 我的妹妹是誰 阿姨 對 抱歉 謝謝 抱歉姐 因為這個從這個 7月開始呢 就這個風波波的之後呢 就已經有沉寂一段時間呢 為了大家喜歡看 POW的反串的表演 那麼在這個演唱會的時候呢 一定會呈現給大家 當然 這個就是大家呢 在喜歡棒棒影片 這麼多裡面的這個 這個理由當中 就是其中的一個 最大的理由對不對 對 那第三個呢 我們的這個 第三個主題呢 將會是 有一段這個 unplug的這個表演 OK 那麼就是無差作 你看來你英文真的是很好的 現在我還要幫你翻譯 當然 好嗎 好嗎 OK 你看 你會知道我這樣 只要說一點英文 你們就開心了 對 因為平常說華文 說不進話比較多嘛 對 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浩浩呢 竟然在我們新加坡 都要兩個兩年的時間 不過呢 他真的跟我們新加坡人 可以說是打成一遍 而且呢 大家都真的是超愛他的 你說 你們是不是超愛他 對 我跟你講 就是超愛我的人 今天才會來這邊 如果不愛我的人 就不來了嘛 對啊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今天也有來啊 如果還沒有認識我的人 請你們平下您的腳步 稍微這個評論看一下 對不對 看到我們的台上 這個帥哥 當然不只外貌長得好 而且呢 他真的是多彩多役 所以呢 如果你們還對他 不是很熟悉的話呢 今天 將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機會 停下腳步來 聽他的唱歌 然後呢 讓他來介紹一下 他的這個演唱會 我相信呢 如果你們來觀看的話呢 一定是會值回票價的 是是是 那麼翔哥 這個這個最後一個主題 我真的很期待耶 蛤 真的嗎 對啊 因為聽完好像 前面三個主題 會不會比較精彩 然後最後一個應該要更加 非常有趣 對 因為我個人的關係 這個 因為我比較年輕 你也知道 我知道 當然 七年才十八歲而已 真是 十八歲 不要 不要十八歲啦 好啦 十歲放在銀行 還沒有領出來 好 OK 所以 當然 年輕人 當然也要做一些 比較那些時尚的一些主題 對 因為前面都已經有那些時尚的 還有一些 包括這個 這一次的服裝方面 就在台灣訂做的 也是這個 古裝加時尚的這個流行的感覺 OK 把它變換成一種這個 唱一種 譬如說是 古裝一點點的歌曲的話 又會穿得比較時尚 然後外加古裝 然後又外加一點這個流行的感覺 OK 那其實好像這第四個主題 聽起來 好像都很少 有人曾經試用過這樣子的一個主題 是 但是要突破是 我會唱大戲 你會唱大戲 那這算是歌仔戲 對 因為我這一次是邀請了我的乾姊姊 是剛剛在我們台灣 融獲了三大獎項之一 這個金鐘獎 最佳傳統戲劇獎 那麼像有一些的比較 家裡比較有爸爸媽媽 阿公媽媽的 也會知道這個 在新加坡也非常所謂的 有一位這個夜清歌仔戲 OK 裡面的當家小蛋 就是石惠君小姐 到時會來到現場 對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一次演套會 他也要請了很多的 他這些好朋友來助陣 相信他們 因為是好朋友 當然默契 自然就會更加的好 對 所以一起為大家呈現的這個表演 相信 一定會讓大家留下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回憶 而且當中 還會邀請到我們這個 搞笑天后 劉莉莉小姐的妹妹 妹喔 劉莉莉小姐會來到現場 以這個黑毛組合 跟寶貝姐妹的 這個七人組的歌舞表演 所以就這麼精彩 你們全部買票了沒有啊 沒有 那有誰沒有買票啊 但是據我所知喔 歌迷俱樂部的人 好像還有一部分的人沒有買票 喔 你被你先打 蛤 我先點一顆字了一顆 欸欸欸 各位 各位畫我們好偶像的這個照片喔 來 掌聲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希望我們好好喔 搞垃圾